在这本书当中呢 哈利王子提到了哥哥打弟弟 恶毒的后母 我杀了25个人 等等等等 所以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哈利王子要写出这样一本书呢 让我们到当地的书店去看一看 这本书究竟卖的怎么样 大家好 欢迎来到曹杰的英国Live 英国哈利王子在1月10号 正式推出了他的英文版自传Spare 其实这本书的很多的细节内容 相信很多人已经透过全球的媒体 用不同的语言了解到了一些信息 而且哈利王子呢 也接触了多家电视媒体的访问 提到了书中的一些内容 但是这本书的关注程度还是非常高 只要花14磅半价 这种宣传模式啊 其实在英国很常见 但是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呢 也是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这本书呢 的确已经被炒了很久了 一上市呢就宣布半价促销 是不是觉得有点太心急了 我认为这本书呢 我认为这本书呢 他说的东书应该是宣布 而且这本书呢 世界上人们读着这些东西 这本书应该是 这本书应该是保持在家里 在家庭里面被解决了 你认为什么会发生呢? 我希望是回忆亡 我还有我的疑问 但我希望是这样 但是有很多影响 接下来呢我先跟大家呢先回溯一下 我们从早前呢从媒体当中呢看到的一些细节 那像是回忆王室生活的章节当中呢 38岁的哈利王子就提到 自己因为和妻子梅根的婚事 和哥哥威廉王子一度从打嘴仗变成了尊动手 而且呢哈利呢被哥哥一拳打倒在地 身子压碎了在旁边的宠物狗吃的这个狗盆 那狗盆呢被压成了碎片 那碎片呢甚至呢嵌入了哈利的身体 让哈利呢因为这次的动手呢还受了伤 另外呢哈利还承认呢自己和嫂子凯特的关系呢 其实也不好 那对于父亲查尔斯迎娶的卡米拉呢 更是称其为是恶毒的后母 哈利说呢其实这些王室成员呢为了私利 在不同的时间段呢向媒体爆料 说自己的坏话也说自己妻子梅根的坏话 来恶意的诋毁他们的形象 所以他呢推出这样的自传呢其实也是忍无可忍 那对于自己的生活呢哈利呢也的确是真的非常敢说 那他承认自己曾经吸过毒 在20岁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呢把自己关在家里 每天呢都是看这个Friends老友记 那每一集都没有错过甚至看到最后呢觉得呢 哎其实王室生活呢也应该具有娱乐性 而且自己呢不妨也可以考虑成为一个美国脱口秀明星啊 这样子的主持人来调侃一下自己人生 调侃一下这个社会 那在1997年她的母亲戴安娜在法国因为车祸去世之后呢 当时在苏格兰城堡的哈利呢一度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认为自己的母亲是和自己还有其他人呢是开了个玩笑 玩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 直到最后她才不得不面对事实 那在此之后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呢 哈利呢甚至一度迷恋上了通灵的游戏 她找到了一个自称可以通灵的女人 可以帮助哈利和她的母亲戴安娜呢跨越时空的对话 那个这个自称可以通灵的女人呢就告诉哈利 她的母亲戴安娜呢鼓励她呢能够继续的生活下去 并且说呢哈利现在过的生活呢是戴安娜之前呢没有过过的 她相信呢哈利可以有比自己当时在人世间呢有更好的生活体验 可以说呢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所以现在看来呢哈利王子的性格素质当中呢 她的很多的性格的成分呢尤其是她的叛逆的成分呢 和她成长过程当中呢尝试有不同的方式来思念自己的母亲 来表达自己的个人的情感呢有非常大的关系 哈利这次推出的自传 加上在去年通美国的流媒体平台Netflix合作 和自己的妻子梅根打造的六集纪录片 应该说其冲击力影响力呢 对于英国女王伊莎白二世去世之后的英国温莎王朝 带来的压力呢是越来越大 那么究竟英国当地人是怎么看这一连串的风波呢 一起去精进当地人的看法 那对于哈利呢不断对外界爆料呢 英国的王室到目前为止还是对外界直接的态度是保持沉默 那英国的王主未来王子呢早前呢透过他的朋友的对外界表示呢 对于弟弟哈利呢目前的言行呢感到呢非常的焦虑和伤心 但是呢考虑到英国王室还有国家的利益呢他决定不反驳 那他的父亲呢英国的国王查尔斯三世呢在1月8号的时候出席公开的礼拜活动的时候呢 我这有张当地的报纸那就是他出席礼拜活动的时候呢仍然对外界展示笑容 似乎要表明呢其实呢他对目前的王室的一些风波争议呢还是没那么在意 他之前呢也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哈利呢在他5月份登基典礼的时候呢能够回到伦敦参与这么历史性的时刻 那虽然英国的王室呢在这个问题上呢现在还是保持沉默 而且英国的传统的大报呢其实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呢也态度非常的谨慎 不愿意把立场倒向一边但是英国的小报呢就完全不是这样子了 甚至呢他们呢已经在主导的英国的民意 对于哈利王子还有他的妻子梅根在处理同王室关系问题上的言行呢 孰是孰非呢已经有了截然不同非常对立的舆论阵营 当地具有穆斯林背景的时事评论员阿尼拉贝格呢在英国的这个美日经报上就撰文说啊 在他眼中啊哈利就是一个自私愚蠢的人 但他在通过自传承认自己在阿富汗还曾经杀死过25名塔利班成员之后呢 现在呢他要加一个字那就是冷血贝格说啊作为英籍的穆斯林他质疑这件事究竟会给英国的白人社会和当地的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要知道哈利的父亲查尔斯三世呢在他担任王储和目前成为英国的国王 前前后后呢其实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并且非常主动的处理英国的白人社会和穆斯林社区的关系 那Spare呢这本书呢在很多的这个中文媒体上都呢有不同的翻译那其中一种说法呢就是备胎 贝格呢就挖苦说呢哈利王子呢现在呢其实他的社会作用尤其是他对于英国王室的作用呢还不如一个真正的备胎 很多英国人呢都认为呢书的名字呢恰恰呢就能够体现出这个38岁的英国王子的个人的最大的心结 截至去年哈利在王位的继承排名上呢已经从他最初的排名第三降到了第五 因为呢他的哥哥威廉还有威廉和凯特的一共生了三个孩子所以呢他的排名呢就从第三降到了第五 在隔两六年的时候呢哈利呢就曾经对他的哥哥威廉说呢你长大呢是要当国王的而我呢想干什么都行 对于Sphere这本书呢一些媒体呢就把它翻译成备胎还有说呢是多余或者说呢是阴影之下 其实无论怎么翻译呢其实都能够体现出呢哈利他个人在整个英国王室生活当中的他所处的地位和他被认为应当发挥的作用 其实很多英国人呢并不认同哈利对外界展现的他这种人生观 那再拿我手中这份英国的小报Diley Mirror每日进报来举个例子 那这份报纸当中呢就引述了当地的这个王室的关系研究专家叫帕克斯帕尔呢 这个人呢就说到呢其实哈利呢一直声称自己愿意和王室成员重归于好 那的确呢他在最近的接受电视媒体访问当中呢也一再强调这个观点 但是哈利目前的言行呢令实现这个目标呢越来越困难 关于发生的一切啊人们有必要去听到各方面的回应才能够下结论 但是问题在于英国的王室呢应该是不会愿意公开的同哈利夫妇打嘴仗的 所以这也导致了哈利的自传在已经推出之后 甚至是在还没有推出的时候呢在舆论当中呢就占据了一个主导的地位 作为公共关系研究人士呢他认为呢哈利现在想要的呢就是销量 想要的就是更多的收入 如果哈利愿意听听他的建议的话呢他会告诉这位王子呢最好这本书呢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写 所以哈利用spare这个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备胎多余阴影之下 这样子的名字来给自己的新书取名呢至少在部分的英国人眼中看来呢 其实也并不是非常妥当的 因为毕竟在目前的英国王室大家庭当中的不少哈利的长辈呢 年过七旬了还是在兢兢业业的服务当地的社会 更何况大家不要忘记了在1937年登基的英王乔治六世 他是因为他的哥哥爱德华巴士 不爱江山爱美人自己选择了当温莎公爵 这样才成为英国的新的君主了 大家一方面要记得那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所谓的国王的演讲 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这曾经是非常有着严重口吃的羞涩的男孩呢 他在当时的英国王室当中呢也曾经被看作是一个备胎 非常感谢大家关注这期的节目 也希望大家能够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我们下期节目继续聊一聊英国其他的话题